肥、瘦身這兩個議題 一直是網路上討論最熱烈的關鍵字 由健康網站盤點 2022年網友最關注的十大瘦身法 像是168斷食法、湯匙減肥法等等 點閱次數相當可觀 大家熱搜的減肥、減重相關的文章 有高達到500多萬次的瀏覽量 所以這個就顯現出來 就是全民最關切的熱門議題 在減重這部分是分量很高的 從後台數據觀察發現 造訪網站的820萬訪客中 最關心的議題是清冠一號、膽固醇 以及糖尿病 不過1月底就要迎接農曆春節 民眾採買年菜同時 也得注意飲食均衡 很澎湃的團圓年菜就是 一定要注意蔬菜的比例至少三分之一 因為可能很多十幾道菜 你可能至少要三四道是蔬菜的一個組合 不過有些人他還是喜歡搭配一些涼拌菜 那其實涼拌菜大家都會一般會覺得 好像比較清爽比較零負擔 但其實如果你的醬料的部分 如果加太多的話 可能這些隱藏的這些熱量就會 無形中就會影響到我們的體重 營養師也建議年後可以攝取三大類食物 像是牛棒、菇類、筍子 這些纖維量高的食物 或是雞肉、魚肉等等的優質蛋白質 以及辛香料來提高代謝 再搭配運動讓民眾過完年後 可以迅速甩油 TVBS新聞 華正森 江柏鈞 楊慈英 台北報導